怎样来到不用自我断贪嗔痴? 贪嗔痴是由自我因为错觉所形成 自我它因为认知不正确 也就是起了幻觉、错觉 所以才演变出很多的贪嗔痴 一般的修行偏偏就是一直在用自我在断 来大家好体会好 本来没有自我 本来就没有 本来是无我 但是这个意境 这个是很高的智慧 这是实相的 本来就没有这个小我自我 但是人起了错觉、幻觉之后 它就产生这个自我的感觉 当自我产生之后才会产生所谓的贪嗔痴 现在你又用自我要去断贪嗔痴 就好像你把清净的水 然后用很多的墨汁 用很多的污染物把它加进去之后 然后你用这个污染的水 要去把地脱干净 要去把那个白纸 或是把什么要把它弄干净 你本身就在制造问题 本来没有问题 这个自我它又制造问题 然后再找这个 用这个在制造问题的自我再去 设法 对自己所制造出来的问题来解决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政治正见 你没有扣住真正的核心在修的话 那是没完没了的 所以怎么样来到不用自我断贪嗔痴 这个就是要有政治正见 你真的要有政治正见 才能够对比造见出原来那些谈诚痴 那些自我身见我见 原来是错误的认知 当你真的了解之后 了悟之后 那自我它就会消失 自我消融 贪生吃 自然就止息 所以要针对那个根本核心来解决 所以我都会强调 你要有正确的观念之见 把那个 最重要的是因为 要把那个错误的观念之见 要校正过来 所以 我以前都有提到 修行的核心是在转念 转变 转变就是转变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之见 错误的心态 把它转变过来 但是你说转变过来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认知 再怎么转 你还是一样 在原地打滚了 所以最重要是 你要有正确的观念之见 当你正确观念之见 有了 再来就是 那个习性 自我会在那里拉扯 它想放又不敢放 所以如果你这时候 从道切入 把自己融入 法界大自然里 把自我交出来 把自我交出来 融入法界大自然里 从道 从大自然里面 然后去反观 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 我们这个生命是依什么而存在 从这里去解析 解析 缘起 当你真的能够了解到缘起甚深 这时候 那些颠倒梦想 就会消失 那些错误的 身见我见 幻觉 就会消失 你要从这里 去净化 那些自我跟贪嗔痴 这样就很快 很快 问题是 问题是 人的那个自我 他是不甘心 他玩不够 他玩得不够 他不会要反扑归真 他痛苦 吃的还不够 他不会想要放 他还要继续 用自我去构筑梦幻 那这时候呢 他对于 真正能够让自我放 能够让你放下 那个自我的那些观念之间 他就不要 他就不要 还有 这个法界能够让我们 自我快速消融 问题是 那个自我 他就会设法脱逃 而且他会否定 认为那个不重要 那是错误的 所以为什么 很多修行人 他会认为 空海讲 要去了解大自然实相 要去了解真理实相 要去了解大自然 跟我们生命的密切关系 为什么 很多人 他会认为那是错的 那是不重要 为什么 就是这样 因为他的自我 不甘 不甘心 他还不会想要消融 因为让法界来 来把我们 从法界这样来反观 我们这生命的 缘起 我们的生命的实相 这个是 要把自我消融的 而一个人如果 他还想继续 用自我 构筑梦幻世界 用自我 继续构筑 那种 好为人师 如果他有那种心态 他就不会 他也会 设法否定 所以 我们 每个人也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很多人 他 不清楚 不清楚说 什么叫真正的苦因 是怎么来的 也不清楚 真正修行 解脱 到底是什么 结果呢 一样 用自我去练功夫 用自我在修 用某个法门 就在那里 一门深入 然后就 就在那里 不断的练功夫 而事实上 就是要强化自我 强化自我 所以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你苦吃的不够 如果你 人间你玩的还不够 这时候 好 你就算学到出世间法 你也是一样 走走看看 好奇玩一玩 但是当有一天 碰触到这个自我的时候 你马上就会脱逃 或是马上就会反弹 如果说 你说要来到 不用自我断贪身吃 那你就要玩真的 玩真的 就是要 怎么样 让这个自我消融 这个自我消融 你一定要跳脱出 用自我练功夫的 哪一种循环 轮回 因为自我本身 它就制造贪身吃 那你在自我的世界里面 你用我慢 要断我慢 没完没了 你用我慢断我慢 那是在修给别人看 不会真正断 但你可以修出一个 所谓的圣人 所谓的大成就者 用我慢再断 用自我再修 就很容易变成这样 这种修法到后来 就会像 我们在课程里面 有提到的 来到所谓的法成 而道王 法成 你认为我修法有成了 我大成就了 我修 修炼 我就开悟正国了 好 你认为你的开悟正国解脱 但是却变成自我越膨胀 再进一步就要众生追随 众生崇拜 搞偶像崇拜 所以 希望大家要了解 什么叫做真正的出世间法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我们这个自我消融 怎么样让我们这个贪嗔 吃我们真正的窒息 最快的方法 就是 有了正确的观念之间 而这个让我们真正建立正确观念之间 最快的两本 两本经典 一个就是 最快的就是道德经 再来就是阿含经 这两个系列 让你这个自我要消融最快 道德经就直接把你推向 法界大自然 让你了解生命的时下 让你一开始就是要放下自我 因为道德经这个层次意境是更高 它是更快更根本 但是他很高 而如果你这方面没办法真正得心应手 那这样再退而求其次 再从阿含再深入 因为阿含他又更细腻的解析 为什么有这个身见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有这个自我 这是幻觉 阿含就是要帮你再进一步去解析